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个人魅力以及作品响应全球更是获奖无数 许多人甚至这样评价他 听别人的歌要钱 听曼霍尔的歌那是要命 这绝对不是贬义 而是对其艺术造诣的一种绝对的肯定 而响应全球的还有我们今天同样提到的皇后乐队 这个来自英国的摇滚乐队同样来头不小 一首波西尼亚狂想曲更是将它们推向传奇地位 皇后乐队不仅喜欢摇滚的乐迷对它崇拜不已 甚至它们已经成功出圈 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对它们推崇备制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 曾经这两个乐坛的顶牛一起演过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更是一惊问世就引爆整个音乐圈 因为在此之前蛇也不知道 这两个世界级底牛歌唱家曾经唱过同一首歌 那歌声至今都让人无法释怀 这首歌就是大名鼎鼎的 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 than this 有趣的是 这首歌二人并不是在一起录制的 而是分开录制的 最早这首歌录制于1982年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这首歌并没有在录制完的当年就问世 而是绝对等到32年后的2014年 才收录在《Deep Forever》当中 周围一名则是超越生命的意义 是啊 一部分是由麦克洁迅录制 另一部分则是由皇后乐队的主唱 弗莱迪摩克瑞演唱 这首跨世纪的经典合作歌曲 的确也和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超越了生命的意义 迈克尔监讯空灵升线 更是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当所有人都在迷恋那无法模仿的月球布 以及45度角侵胁的身体 让黑色皮鞋白袜子 成为模型一时的时尚搭配 虽然迈克尔已经离开人世 但是他的歌声至今传到人的耳边 依然让观众肃然起敬 而这首《两大天王》的经典合唱 都是让我们梦回当年 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三大天王》的季節 既然我们提到了麦克杰克逊和皇后乐队 那么P头氏我们也不能错过 作为P头氏乐队的主唱 约翰·列农也是代表几个时代的摇滚乐歌手 那些年我国的摇滚乐几乎为空白 而诸如P头氏Queen都是中国最早一代摇滚乐队的领路人和标杆 约翰·列农一个被称为诗人的摇滚歌手 他的这首《Nobody Loves You》更是唱出了那种孤寂感 听这首歌我们会隐约感觉到 当我们年少时候笑着笑着就哭了 而长大之后才发现我们更是哭着哭着就笑了 就像歌词里的那句 但你为何还问我是否爱你 而我只能告诉你人生如性 尝尽了世间百态 不妨让我们再次回味一下那种爱而不得的感伤 在我们听完P头氏的这首歌已经有了畅男作诗的感觉之后 那不妨再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听听这首 来自重金属女王Doro的《Children of the Night》 这首歌呢被称为伟大的音乐不仅仅局限于小爱 而是怜悯众生 而这个在重金属音乐里留下自己深深印记的女人 也确实见证了大爱 她一生无父无子将自己全部献给了自己至爱的音乐 而作为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压轴曲目 我认为还是应该选择来自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这首 Every Breaking Wave 听吧 这首歌能让你这身一蓝色海洋 能让人化作每一波浪潮 我们是否这种每一波浪潮的疑问 至今仿佛都没有答案 那种歌声曲调背后的无力感 不知道大家听完 有没有像歌手一样感觉到无力呢 是否就这样 如果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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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要是否走 我们走 无几乎 对 我们走 与人家 每个人在街上 知道我们在相爱 面对麦克尔杰克逊和皇后乐队的合作歌曲 面对音乐诗人 约翰烈农的爱而不得 感受众金属女王Darrow的怜悦众生 最后再画作每一波浪潮 这几首歌曲哪一首更能直击你的心灵呢 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